小小丁说句实话 就是当你真正选择这一行的时候 当你开始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跟你想象中完全都不一样 没错 其实在我没有接触柔树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对柔树充满了这个神奇感 而且对它充满了好奇感 在我的想象中 人的一个身体为什么可以变成这样子 但是呢 当我真正进入团里以后呢 它并非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每天要训练十个小时以上 就是大家可能类似于看到一个 特别简单的动作 比如说下腰这个动作 我们每天在团里训练的时候 一个动作就要达到一百多次以上 那个时候呢 我的家其实离学校呢 也蛮远的 当时呢 我才九岁 特别地想见我的父母 但是呢 由于选择的原因 是我自己硬要求过来学的 可能也不太敢太多地表达给他们说 我特别地想你吗 怎么怎么样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 然后偷偷掉眼泪这样子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一份职业 也是我的选择 所以说无论怎么样 我都要坚持 所以说我不后悔的 那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爸爸妈妈经常去看你吗 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吗 没去看他的时候 我不知道 他从来是报喜不报应 我印象最沉溺是 那次我和他马 去到学校去看他 看见他 看见他又黑又瘦 皮包骨头 当时我心里 非常心疼 我就对孩子说 姑娘 别笑了 这太苦了 咱们回家吧 他说 爸爸 我特别喜欢肉属 你就让我继续练下去吧 我扭不过他 我就对他妈说 你叫孩子去练吧 这个孩子从小很耀强 他要做的事情 他一定要做好 别的学生训练接触 去休息 他在坚持在练 三到五个小时 曾经训练 他修课三次 从来都没过没说过 后来我到学校去看 同学们对我讲 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心疼 其实你看现在 你特别像刘腾 你长得很漂亮 他完全可以去考 舞蹈学院 没有问题吧 电影学院 或者是 戏剧学院 对对对 这都可以 偏偏选择了这个柔术 这么一项 就是超出人们 就是能经受的这种苦的极限 就是我想 我还想知道 就是这个柔术啊 他练这个柔术 对对人的身体 有好处吗 练习柔术呢 对咱们这个身体 当然有很多好处 比如呢 他能够帮我们 更好的拉伸 咱们的韧带 然后呢 还能帮你这个 灵动自己的筋骨 而且最好的是 帮个女性 最好的是这个 塑形 然后帮你更好的 打造气质 其实呢 他还能够帮我们修身养性 平静内心 更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更加自信 更加乐观 对我们的生活呢 会更好地充满创意 哎呀 这柔术让自己静心 反正表演的时候 让别人心静不下来 对 对 哈哈哈